道理愈講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講愈有理 听众朋友好 现在收听一下希望之称愈讲愈有理 我是主席石头 今天看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 路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中美贸易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从峰回路转到现在美国这边要征收2,000亿25%的关税 而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会继续跟进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华为和孟晚舟的问题 孟晚舟事件 印度的程序似乎开始启动 第一次出庭会在9月份 现在看到的情况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 是想尽量拖延这个时间 不被引导去美国 但是美国司法部似乎也要求加紧将这个事件结束 另外一个也看到了 这一轮其实华为有很多消息 包括了刚刚出现的在加拿大的华为分公司 高管又说要辞职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今天我们将话题去到华为和孟晚舟这边 看看路桥和我们分析什么内容 中美贸战就很精彩了 大家觉得它好像一出气那么精彩 但是华为都不差的 过去两三个月都很多的事情发生 或者我讲讲加拿大的情况 刚才石头已经说了 孟晚舟在5月8日在加拿大的BC省高院出席了一个行政聆讯 主要是讨论一些程序方面的事情 不过她会在9月23日到10月4日之间出席聆讯 说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扣留的期间 加拿大边境的官员 警方和政府 甚至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都在程序上是不适当做了不适当的事情 侵犯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第二个就说 美国政府特朗普曾经将孟晚舟这件案 和中美贸易挂钩 所以是带有政治性的 如果有政治性就不可以引渡 第三个就说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并不适用于加拿大 因此也不符合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 这是昨天比较重点一点的事情 但是大家的视线其实就不注在这里 他注意到孟晚舟要求搬家 他在温哥华 即是两座豪宅 他现在住的豪宅值六百万美元 但是他就不高兴 他说因为这个住宅是两条街转角的地方 经常很多人走来走去 有很多的记者駕着车拍在门口 对他造成很不方便 所以他要求搬去一间近住中领馆的 他自己拥有的另外一座豪宅 这个豪宅有七间房的 就是值一千六百万 一间六百万一间一千六百万 很明显就是豪宅来 虽然两间都是豪宅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加拿大人 要把焦点或重点放在这里呢 大家记不记得那位加拿大人 他是因为在中共法庭里判了他混毒 所以头头是15年 后来曼晚舟事件一出之后 就判了他死刑 他上诉 今次就在这个辽宁高级法院里面判 但是法院就宣布延期宣判 所以同一天是发生两样很截然不同的事 另外两位加拿大人康明凯 另外一位就是施柏佛 他两个仍然是在中国大陆不清不楚 很简单地他们在一个网站上唯一提了一次 就说他们涉嫌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在中共被捕 到现在来说 他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一个月 就是见一次加拿大驻华警示 是这么多的 其他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困在哪里 没有律师 不准家人见面 听说他们在监仓里面 是受到不止是酷刑 但是是非常之不人道的处理 譬如说不准他们关灯地睡觉 每天就是不停地去征讯他们很多的钟头 那加拿大人第一件事想到 就是说哇 孟晚舟你穿了名牌 有去BC省哥伦比亚大学报读博士课程 另外一间屋还不够 还要搬去另外一间豪宅 那就是加拿大人对这些事是很反感的 其实中共在加拿大做的事呢 它是打着这个超限战的 在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抓了加拿大当作出气筒 但是它不知道它是将加拿大做出气筒的同时 它是演给全世界知道 它是可以多么野蛮 是多么无聊 是多么横慢无理的 它对这两位加拿大人和这一位毒犯的处理 只是它整个超限战的一部分 我想大家都听过 在3月初中共以农作物有危险性 有害生物为由 禁了加拿大蔡子油进口中国 它总共撤销了3家公司 这3家公司都是主要运加拿大蔡子油到中国 除了这件事之外 它们在4月就禁了加拿大的原油 完全停购了 在4月底禁止了加拿大的猪肉进口中国 哇!原来中国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 真不知道 今年是加拿大的竞选期间 这些问题越来越是甚囂层上 也都引起了很多加拿大人的越来越反感 这个反感到的地步 一定是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我差点再说这一方面 同时也在4月30日 另外一个加拿大人叫范威 他在深圳说他找毒气处死刑 加拿大他受到的压力真的大得很厉害 但是到目前为止 似乎美国对杜鲁多的表现都挺赞赏 杜鲁多在今次处理 这件事里面 美国很赞他的 傅德洛 大家知道傅德洛 那个谈判代表 他就公开赞加拿大的努力 以及杜鲁多处理这件事 是很公正的 很依法的 法律如何规定 他就如何做 你说今年是竞选年了 加拿大 那加拿大人目前对杜鲁多的印象是怎么样了? 加拿大人对杜鲁多就没有那么仁慈了 那他现在面临的政治挑战很大 反对党领袖 根据旁博社 就是最近的 说了 反对党领袖 他叫做Andrew Scheer 他抨击杜鲁多 而且因为中共当加拿大是战把地打 所以他主张是要重新离定对华国策 那这个国策是放弃中共 完全全放弃和中国的经济往来 也都禁止中国在加拿大分到任何的市场 那这个强硬的声音呢 其实越来越是加拿大主流的民意来的 说到民意呢 就孟晚舟这件事 一月份Canada Press有一个民意调查 百分之八十的加拿大人 是非常之厌惡 中共那种野蛮的做事方式 也都过半数的加拿大人认为 真是孟晚舟是有时 就将它直接送去美国受审 这是主流的民意 你刚才说的是主流民意的数字 根据资料显示 加拿大的华人一向都挺亲共的 那在加拿大华人里面 有没有数字可以显示出来呢 有一个叫做加拿大华裔百人会 它委托了一家研究公司 叫做创新研究公司 对华裔作了一个调查 那结果显示 加拿大BC省的54%的华裔 他们是赞成联邦政府不介入孟晚舟事件 即是说要点判就点判 只有15%的人表示反对 所以是赞成的多过反对很多 另外有49%的人认为 如果法律判了要引渡孟晚舟 联邦政府应该就将它引渡 只有31%的人反对 那么71%的受访者认为孟晚舟在司法过程中 她享受了公平的待遇 即是换言之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 多数的华裔 她是支持加拿大政府目前处理的方式 有些人本来很担心 因为中共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 滲透到无孔不入 她们无论是在媒体或者是社团 在大学 在种种的商会 她滲透到无孔不入 很多人认为可能 今次华人和主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结果 华人和主流的看法当然是差了一点 那么我们考虑到 有很多很多的移民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来自哪里都可能受到中共的影响 而有这个成绩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这些就是在加拿大发生的事 这段加拿大真的发生很多事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我们再说一说 华华在加拿大分公司 又有高管辞职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稍后回来等路桥再跟我们说一下 道理越讲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 今天的组合我们的节目是 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 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 就是华为和孟敏洲事件 先让路桥带她介绍一下 孟敏洲事件 现在在加拿大的发展 和加拿大现在的民意 是怎样的一回事 但是也同时看到了 是不是真的民意的驱使 使得华为在加拿大的分公司 又有高管辞职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老桥 刚才阿石头你也提到 有一位高管 他叫 Jake Enright 他是事务总监 在5月8日審孟晚舟前一天辞职 之前有另一位高级副总裁 他叫Scott Bradley 也一月份宣布离职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离职 但是我们可以从民意的倾向推导 就是说这两位加拿大人 可能做这份工作 是坐不安站不下 为什么呢 从四方八年来的压力是太大的 虽然他给加拿大一个寒蟬后应 就是给一些狗分加拿大 但是他不清楚 他这样做的话 其实给了西方国家 也是一个很差的印象 中共当然没有这样的意识 但是其实他打给西方世界看 就说我是这么野蛮的了 你看看我 如果你们对我不住 我就抓你们两个人 然后判你们公民死刑 另一方面就是 孟晚舟和两个加拿大人的强烈对比 那也是教育了中国大陆的民众 就说一个法治的国家 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他对待人的方式是多么不一样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 华为他给人的印象 就是说一个野蛮的一个这样的企业 他后面的老板就是中共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中共那个形象 其实是持续地向下滑的 加拿大本很出名的书 叫《红猫的利爪》里面 那个作者他接受媒体的访问时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从中共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 中共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他这样说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的简单点就是 你看他这样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他就已经不是老了 你不用考虑他 这些国家根本就不值得跟他交往 所以加拿大这件事其实都很重要 已经向了很多欧洲国家 或者是五眼联盟 他们有眼看的 加拿大他们的忠实的盟友 加拿大一向都很温和 居然会发生这些事情 你讲起五眼联盟 那我们来讲一下英国 英国因为华为的事件 连外务大臣都丑了 为什么呢 这个英国也都很精彩 英国Teresa May 他们的总理就是 因为华为这件事 他们就把自己的外务大臣威廉迅 就炒了 听说威廉迅 他也是很反对华为 听说就是他将内閣里面 很反华为的五个高管的名字 透露了出来 英国政府很紧张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这五个人的名字被透露出来的话 这五个人的人身安全都可能有问题 就是这件事 另外就是英国 举其不定 到现在他们仍然是说 我们还没决定 就好像加拿大一样 我们还没决定 一句 我们还没决定 后面的 你能够看得出西方国家 是很恐惧的 你说他们怕什么呢 对这个 横不讲 你简单粗暴的一个这样的政权 他们后面也是很多恐惧的心理在 那看来全世界现在都看着美国的 美国如果不硬的话 真的很大件事 就是在美国努力不懈地向全世界 告诉大家 华为实在是有问题 那正在孟晚舟5月8日的聆讯的同一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英国 他会见了 Theresa May 然后猛烈的抨击华为 认为他们在经济上 和安全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和这个经济实体 它是利用西方的方式 来实行专政的政权 说到这里 那我们说回华为本身 那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消息 就在说华为的股份结构 因为大家都在追着这件事 就在说任正非只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就是员工 属于他们工会 那很多人就说了 工会就是国家 是不是这样理解 大家都对中共有少少认识的都知道工会是不存在的 工会其实就是国家 中国大陆哪里可能有工会 这件事包出来之后 任正非又出来说很多东西 结果就越描越黑 对中国大陆国情有认识的 华人媒体也好 智库也好 或者是中国问题专家 全部出来说 根本就没有 任正非不说还好少少 一说就大家都知道 华为是党产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没办法再甩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地 华为的机密 所有的否认的东西 想逃脱的东西 全部都出来了 这里还不包括美国 Microsoft 发现了华为真的有后门 今年的一月 Microsoft他们的工程师 发现了他的不基本电脑里面 是有这个后门 这件事再查下去 他又发现了一个所谓的驱动器 可以在他电脑里面 电脑程序的执行最高层级的环形得权 意思是说 他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接着英国也说 他们发现 华为的安全隐患 是大到你不可以相信 英国的说法就是 他们早就已经通知华为 要华为处理 但华为从来都不肯处理 这些问题 提了无数次 但是他不肯处理 国内或者国外的人士 一直都说 美国你提不到证据出来 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其实证据多得不得了 如果不是 美国的纽约法庭 怎会是控华为十三桩罪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 不是你说口讲讲 你有十三桩罪 就是十三桩罪的 这些东西也都是再进一步 证明了 华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还有一件事 也令到华为很尴尬 就是华为 他聘用首席辩护律师 这个辩护律师 以前都做到很大的 他是美国司法部的 一个副部长 他成为华为辩护律师 但是这几天 美国法庭就说 已经入稟了法庭 要求撤销他的律师资格 撤销的原因 就是这位律师 他在2011年至2015年 他在司法部里任高官 也在同一个时间 美国开始调查华为 所以有利益冲突之嫌 这件事都很丑 华为家出来说 美国有阴谋 有这样那样 但是法庭就说 他会在5月10日之前 或者之后 会公开这件事的详情 我们这几天来注意一下 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不过呢 就全世界来说 刚才我说了 就是大家都很害怕 华为他得罪他 有些就是因为 已经是投资很多钱 有些是因为 得到加拿大式的报复 这件事都是 令到很多国家 不敢出声 没有其他办法 可以控制到这样的局面吗? 这个世界呢 都是很多聪明的人 他们想到一个绝招了 以前呢 美国就口口声声 说华为华为 全世界都说 华为不对 但是他们现在说 不要了 我们不要这么公开 说谁 我们不如这样 我们就讨论一下 5G究竟应该有什么 安全标准 这个安全标准 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放诸华为也可以 中兴也可以 俄国的什么什么也可以 诺基亚也可以 他们转了方向 这是一个世界 大家共同的策略 在5月2日和3日 有32个西方国家 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洲、以色列、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 这些西方民主阵营 他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了会 全部参与的人都是网络安全观 他们主要就是讨论一下 这个5G如果是进入国家的设施 比如军队、工业、基础设施、港口、电网、企业 如果你进入到这些这么关键的领域 它应该有什么的安全标准 这个是很大的讨论 但是唯一没有邀请的就是中国和俄国不接受邀请 因为第一次开会 每个国家的标准又不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他们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但是就发布了一个飞跃速性的建议 这个飞跃速性的建议 根据专家的解读 这些里面所说的5G英具有标准 不是中共任何一个供应商 包括华为是可以符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动向 就没有说那么直接 我们不要华为 而是说任何的 好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如果他们达不到这个标准 这些国家都不可以用 这个弱速性的建议 将来是达成之后 有这么多国一起上 大家对5G也有比较多的共识 对什么叫安全 什么叫经济效益 对什么叫沈透 或者说各方面 由5G带来的机遇和危险 都会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 终于慢慢想到一个方式 去对付好像华为这样的供应商 以今次在布拉格开会的情况来看 也是很热烈的 即是你如果要日本自己起身 说我反对我不要华为 或者是英国出来说我反对我不要华为 或者是德国说我禁止华为 有相当的难度 但当32个国家走在一起 共同商议的话 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今天好多谢路桥的分享 你现在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说越有理 拜拜 拜拜